字幕提供 外面真的實在太冷了 我們 我們現在把那個 東西收的時候準備到那個 要坐到這裡面 去來 休息一下 真的很冷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叫做 龍洞 海景第一排 這裡 叫做 龍鳳漁港 然後這邊有一個廁所 我們在廁所的旁邊 龍鳳漁港廁所的旁邊 它算是舊的公廁 那我們就停在這個公廁旁邊 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車駁 那因為我今天來 在那個黎大哥這邊 做一個拍攝 介紹 介紹一個會修T4的車友 也是喜歡玩車伯的車友 讓大家認識一下 那我們要上車了 目前 目前我們三台車裡面就只有 它這台車是可以坐三個人的 欸 你那天在影片拍的時候 這個下面那個套件 對 有研究過 目前只有這台車可以坐三個 欸?杯子還沒帶齁 你的杯子我沒拿 我自己拿杯子齁 我跟你講 這個車婆的原則就是 餐具要自備 餐具要自備 那因為外面真的太冷了 所以 你要拿什麼 燈喔? 對啊 我那個吸燈啊 吸燈有拿來嗎 在他的那個 你這個燈是吃什麼 這個吃主電皮的 那沒關係啊 很省電 很省電的 嗯 還是需要我拿行動電源來 我這邊有啊 喔對齁 你也有一顆行動電源 需要燈嗎 他也一顆大叔 十多五百安 哇他這邊也有啊 我是很想買 是 一百不夠我用 一百不夠我用 兩百八的才夠用 哇 這個 這個是那個 朝陽的椅子啊 對 朝陽的 其實我們一直推薦 等一下請你講的 就是講 不會啦 還蠻好做的 好坐椅子不好睡 朝陽 朝陽是目前我一直推薦 車伯 我們講說 平價車伯裡面 CP值最高的 但是要 還是要還有一些小細節 就是 就是這個 鬼大而保護 對 他有時候是露出的 對 但我們就是要跟地板 去做到一個 結合 沒關係啊 有時候會去 腳去踢頭 你來我這邊坐啊 我訂朝陽的椅子 幫你坐就好了 不就解決了 喔對不對 對 你用錢解決問題 對啊 你如果怕滑軌的問題 沒關係 你來我這邊 我一樣用朝陽的椅子 幫你做解決 你想要的東西 這就是客資化的金屬 對 對 對啊 你真的可能需要那個 50公升 欸這台 很多人很喜歡這樣設計 他說這樣設計的概念很好 簡潔有利 沒有 它還有簡潔 很簡單 因為我之前看過 你會記得 你一次次去採訪 那個 米拉賓國 大圍 大圍 它有這家座 但是它就是 這裡有一個特徑 對 因為我們做目光 他去做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說 平整度有到那裡 它這個沒有 它平整是在 對 它這個設計 對 那個大圍那個桌子一樣 對 它的五金它是在上面 對 這個 平整度就有 再來就是說 因為米拉賓 他有找到一個廠商 你看 一般的人桌子 你壓它 這就是中間 它真的很厲害 對 這就是差異 你想要在 在那個一台提火裡面 弄這麼長的桌子 說真的 我們上次只有拍而已 我們這一次是上來使用 我跟你講 那個史上最賭的影片 就是大叔時工 因為我太 聽過最少 聽過十次以上 同樣的 我跟你講 我看那個大叔時工 blahblahblah 對對對 你又被賭了 你又被賭了 我會看 像一次那個 麻糬 麻糬 有一個 有一個 那叫陳炳旭 有一個男生 大千 後面 還有一個 那一台 那一台march 真的是 搞到淋漓盡盡 對對對 真的是淋漓盡盡 然後 會有一個思維 他說我看大叔時光 雖然這個設計 不是 起決於大叔時光 但是 它卻引發出 很多人的一些 想像 想像空間 嗯 想像空間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台灣的車伙精神 發展 發揚光大 然後讓大家 都有自己的相關 你知道為什麼 台灣為什麼會衍生這樣的車伙 這種車伙文化嗎 你在大陸來講 我就買A型房車 B型房車 C型房車就好了 你看一台先頂露營車 才五六十萬 七八十萬 那個黎大哥買得起嗎 人人都買得起 人人都可以啊 問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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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 但是 它那個 你們那個強力磁鐵 吸得住嗎 來來來 可以啊 一定可以 你要拿你 沒有 那個是鐵做的嗎 沒有吸這邊就可以吸得住了 吸這邊就可以住了 它可以間隔這麼遠吸喔 你試看看 我覺得可以 開箱看看 那邊是價格 它可以吸得 這個強力磁鐵做 我們沒有看過 最近 他才去 48公斤 他說這可以吸48公斤 你看看 應該不行 不行 因為我這間隔很遠 那只能整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是可以 但是它這個吸不太多 那距離太多 因為這一條裡面是鐵做的 喔 這個 對啊 這條裡面是鐵做的 就這邊就好了 它還有一個扣環 有扣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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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老闆娘跟我講說 這個是48公斤 不是 老闆娘什麼時候在賣這個 我怎麼都不知道 呵呵 你現在有個CEO當酒 對啊 我只要出一張嘴而已 對不對 這個這樣 扣上去 唉呦 差好多喔 哇 欸真的 整個都亮起來了 我以為想要這樣子啦 排一台這樣子喔 欸這樣很舒適對不對 所以我只差30公分 怎麼辦 欸這邊可以做幾個人 你知道四個人 差不多啦 三到四 三個是最剛好 四個 四個 四個這邊再一個啊 對 四個有點幾 但是像這三個剛剛好 欸這樣裡面很溫暖耶 欸 但是像你說的 有這個櫃子跟沒有這個櫃子 怎麼差 欸有啦 刷牙的啊 這裡面就可以放一些雜物 對啊 馬桶可以放底下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看起來比較整齊 這個是 零零亂亂的 這個是長走才有的空間 短走沒辦法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改天有2.5的手牌長走 死了要把它搶下 對 對對對 而且這樣還真的不貴啊 對 我那一天網路上看到 也是9萬8 欸 再說你太久了 來來來來 99年2.5手牌 都心動了 真的都心動了 但是那個齁 不是塞地坡的感覺 現在有差 對我們來說 齁 差多少 你不買就斷座的 你就不知道說差太多了 很多人來說差30個 那個 跟各位講一下齁 我覺得這個博點真的齁 如果不是 昨天晚上真的很冷齁 這個博點真的很棒齁 齁早上就開始有賣東西 慢慢賣賣賣賣到晚上6點 齁 那 早上去買個甘蔗汁齁 齁 買個汽水 齁 那你看我昨天就停在這個地方 停在這個地方睡覺 齁 齁其實這個點真的 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不錯 然後 我們有兩台車是停在這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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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賣耶 然後外面 種滿了風車 你看昨天有拍過了 這邊到處都種滿了風車 基本上這邊的 居民都非常的友善 然後來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種滿了風車 建議各位來這裡還是低調車伯 對啊 只要你不要 在這邊落地 發現這裡的居民啊 參加都滿友善的 那各位 盡量來這裡多多消費 促進當地 甘蔗汁 對都很棒 拿杯子來倒 杯子 我去拿我的杯子來倒 那我們 有人昨天喝醉了 喝了酒 結酒最好的就是 喝個甜的 都可以 對 你先喝完這個再來喝這個 不能喝很甜 不能喝很甜喔 真的喔 那就喝個一小口就好了 然後這一台是 喔 那個 李大哥的車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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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潔啊 你看 他也是跟大樹一樣 用一個行動電源 來沖他各式各樣的小店 有沒有看到那個 這個 其實喔 露營車跟各位講一下 有時候你不用去盯到 非常非常的 豪華啦 或者 所有的東西都要用 靈格紋啊 用木板去包起來 像大樹那樣子 覺得這樣也是可以 保持他原有的狀態 然後這個還可以掛掛毛巾 對不對 這個桿子留著 你看 那邊可以綁燈 差不多喔 那你像 你像我們這樣的方式 我是覺得是一個 非常好的方式 對 我也覺得是 因為你不要影響到 任何一個人 也不會佔用到 而且這裡的居民非常的 和善 對 商家來的時候 經過他們說 唉唷你們在這邊 吃東西喔 要不要來借個東西給你們 有缺殭屍來找我 對啊 有缺殭屍來找我 真好 像這樣的方式 你看 不管是各式各樣的車 要落地 我們就要稍微 隱密一點 隱私一點 不要把它暴露在外面 我覺得這樣的模式 真的很好 不會擋到人 第一個 不擋到人 這邊兩台車停在這裡 那你說 這邊可不可以停車 你看 有 他們就是 大家都是這樣停 這邊大家都是這樣停 所以是還好啦 其實 本來我們是想要拉 那個車邊長 但是 我是跟他們建議說 不要拉 用這樣的方式修好了 因為畢竟 這也是一個公共空間 這樣拉是不好的 找尋你適合的 落地模式 找尋你適合的 那大叔的車也停在那裡 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一個空間 四個人的空間剛剛好 那如果你是六個人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六個人可以坐這邊 在這邊 對啊 那我們昨天這邊真的很冷 後來我們就 跑到 這一台車裡面 那 我們這是兩天一夜的車伯 算是三個大叔的車伯 那我們結束了 要回家了 現在是大概 中午的十 十二點多了 回到家大概一點多 回家陪小孩吃飯了 那老闆娘 老闆娘 還在 還在還在工作 那這個地點 個人覺得 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這是靠近西濱 跟國山的一個 一個博點 叫龍鳳漁港 只是晚上也會點冷 那當然冷的時候 我們就在車內 喝喝小酒 其實不錯 昨天晚上真的 天氣還蠻冷的 在外面那個風非常大 在 漁港旁車伯 真的 風還是蠻大的 那 建議各位 像 像我們昨天那一台車 有一台T4上面的 空間感 就設計得蠻不錯 有一個非常長的 桌子 椅子 德博士也非常的大 那 可以睡到大概 有三個人 其實還不錯 那說真的 草仰的 草仰的椅子 還蠻好做的 那是大叔第一次做草仰的椅子 而且價格也不貴 才兩萬 建議各位 如果你們 車伯預算不高的人 可以直接找我們台灣 草仰他們做的椅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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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